好 接下来云观两会我们云上面对面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可以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那么脱贫之后怎么干 乡村振兴如何推进 接下来请王岳给我们带来 今天的云观两会 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岳 好的 我相信关于这个话题 观众朋友们一定也有很多想说的 前段时间我们也收到了 很多网友发来的问题和建议 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有哪些期待 希望代表们围绕电商助农 提供更多意见建议 产业建设 医疗保障 教育等方面的政策的变化 国家有哪些好的政策 让退伍金人在实现资深价值的同时 助力家乡振兴发展 对于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君娃 在幼儿教育方面是否有相关政策支持 我最关注的是乡村生态环境的问题 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两会后会建立哪些相应的制度政策 看来大家对这个话题都有很多的想法 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周峰林 还有来自武警四川总队 陆军第83集团军的几位官兵代表 借助我们的云端平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那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各位了 首先有请来自武警四川总队的扶贫干部 布哈提问 代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武警四川总队驻娘山州 昭决县索拉的村长扶贫干部 我们村子在部队的权力支持和村里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下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目前大家正在思考下一步的工作 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 怎样有效防止反平现象的发生 进一步触及脱皮地区的农业发展和农民征收 好的 这个反平的因素很多 要确保这个不反平 首先在脱皮后 它要自己有一个自产 自己的产品的一个长效机制 比如说农业 要根据你当地这个因地事宜 这个山上它这个种自己的农业产品 才能保持这个不反平 让这个人民群众 这个能够获得感 就是征收这个农产品 假如你那个地方 要是没有农业支撑的话 没有一个长效机制 没有自己产品的话 这个反平的不确定因素很多的 正如周峰林代表所说的那样 只有建立健全 巩固拓展 脱皮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 才能真正提升脱皮地区 整体发展水平 好 我们继续来请 陆军第83集团军谋旅的教导员 王金龙提问 主持人好 代表好 各位战友们好 欧哈代表的提问和代表您的回答 都让我觉得很受启发 我这里也准备了几个问题 这几年我一直追求团队 参与扶贫工作 这份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 对于脱贫地区来讲 比人男 流人男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所以想问一下 在新年和流入青年人才方面 有什么好的方法举措 这个在我们开讲会 在十四五规划 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里面 也有 因为在这个想留住人 首先还是要爱农民 爱农村 懂农业 懂技术 这大学生或者是科技人才 要大力鼓励政府支持 然后扶持 帮扶他 就是让他留在农村 发展乡村产业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种方式 这是政策性的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说 就是这种高素质人才 科技人才 他要对这个乡村有情怀 有感情 有相亲的人 也可以鼓励他们 大力扎根到这个乡村建设 然后让他们要跟进目标 看到这个希望 就是说从这方面去解决 那从根本上改变他的思想观念 好的 谢谢周峰林代表和我们的战友们 如今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已经完成 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仍然任重道远 首场部长通道上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就说道 在一些农村地区 基础设施还没有完善 下一步将会倡导和推进 水电路气训等硬件设施 向村覆盖 向户延伸 提升农村上学 医疗养老等条件 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力求通过努力 形成文明的乡风 良好的家风 和淳朴的民风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那就是今年中央财政专门设立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规模达到了1561亿元 比去年原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增加了100亿元 相信通过这些利好政策 一定会给村民们 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好 两会仍在继续 更多的话题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